大家好 今天是8月18星期三 逢星期三早上 我都去TVB做節目 所以早市視頻是做不到的 好了 市經過昨天1.5的急跌之後 今天是技術上有少少的回穩和反彈 相對來說我們叫做後抽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輕輕高到55點 去到25800點 之後在這個區間裏面是有些反復的 一度是低見25708點 亦都曾經輕輕升上25931 總的來說波幅都是280點 但是看到市暫時斷定了 而且有少少技術上的回升 但是由於大市的成交真的不足夠 方且在過去領域大家看到的情況 就是市如果是跌或急跌的時間 成交是壯的 相反來說在市回穩或者有少少回升的時間 成交相對比較保守 很容易解讀 大市一反覆不明再向下走 避險情緒升溫 大家都猜 反過來 在市底不明的情況下 資金入市的態度是比較保守 尤其是面對內地不願有政策出代 所以令到大市動力不足夠 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算市有少少反彈 幅度暫時看上去也不會太大 否則經過昨天的下跌 出現了兩個技術上的轉叉訊號 第一是恆指不單跌穿10天線 而且已經跌離了 輕輕跌離 移動線方面 現在的鋪排是比較偏弱的 而最接近的移動線是10天線 大概在26268點 望高少少就是20天線 大概在26281點 相對現在的指數大概在25900來講 技術上是有少少跌離了 一天情況仍未見改善 市的格局是屬於一個 反覆逐步市低位的形態 大家要留意 再說8月份的市經過昨天的下跌 已經成為一個先高而後低的格局 高位是8月11日的26822點 暫時來說低位是17日 就是昨天的25615點 先不要說12807點波幅夠不夠 最關鍵的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一般情況下 很少同時期出現在五個交易天之內 即是8月11日出現了這個月的高位 如果先高後低形態不變的話 理論上低位應該是今個月下旬的時間 是出來的 儘管看看是不是 大市不明的時間 其實很多投資者 暫時來說都是靠變習的 股份有些是真的跌得比較深 如果比以往來說 我相信大市已經有不少資金部署 在搏反彈或者做新一輪的部署 但在內地的政策不斷推行之下 我想市場、機構性投資者 或者一般的投資者 現在的心態都比較保守 所以股份是真的相對跌得比較低 但問題的直播空間 由於不是太大 變成資金的參與度也不會太進取 所以瑞通有三隻傾生股份給大家參考 剛才我提到大市近期不明 令到很多股份都出現一個明顯的回調 其中一隻是吉利 由接近30元邊跌到現在大約25個多 如果大家認為吉利的股價是 有機會作少少的後抽或者反彈的話 不妨留意一隻牛證 53900 行使價是22.58 提供給大家參考 騰訊很快公佈業績 到底是怎樣 我想說這份業績是滯後的 反映去年的情況 但問題是手遊方面受到規限 騰訊音樂也不明 加上稅務方面 可能仍然還有一些新政策出來 令到大家對未來一個年度 騰訊業績方面可能有少少不明 所以就算業績更好 刺激也不會太大 騰訊有隻熊證 57762 行使價是473.4 有隻牛證 51934 行使價是407元 整套給大家參考 想知道多些的 卡進去瑞通網站 才看得很清楚 好了 五師分析就到此為止 102 102 1 2 2 1 2 2 1 2